很多人不相信这花丝手势是纯手工做的 今儿就带大家揭秘一下 做这花丝手势的第一步啊 就是要用十几种不同粗细的丝 这丝啊都没地方买去 都得自己一点一点拔 我呀从年轻的时候就跟老师傅学做花丝 这做起活来啊我可开心了 第一步我绕弹簧 第二步还绕弹簧 第三步我剪断弹簧 第四步我吸小猪 看看这用丝做成的这23个像小太阳一样的小堆松 是不是很神奇很好玩 但是啊只要一天坐在这 要做很多一模一样的小堆松 这不光眼睛得瞎还得疯呢 这非常挑战耐力 这还不算完呢 待会儿焊的时候啊 活小了焊不上 活大了呀就化了 这一天就跟孙悟空取经一样 显像还生 最后把这堆松焊上去 这个过程可没有标准 完全靠老师傅的个人经验 现在的年轻人啊都嫌麻烦不想学 我真的害怕 这个手艺将来会失传 最后一步向上松石 它就变成了一件美丽的艺术品 这就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国花丝工艺 您喜欢这种纯手工的花丝手是吗